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潘兆春 好報在千 Hello 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 今天是26號晚的節目 每逢我們在大時大節 就會變成好報在線 Nice Report Online 很喜歡這個英文名字 尊重名字 沒錯 今晚在26號Boxing Day的晚上 美女玄學師傅 碧霞師傅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再次見面 之前上來節目分享過一些 風水玄學靈異的事情都說過 今晚就在這個Boxing Day 就跟我們聊聊一些內年的運程之類的事情 上次都說過一點點 但今天就專注裡面一些日子的事情 讓大家知道清楚 是 沒錯 還是Boxing Day 其實明天雖然也上班 但是第一次在聖誕找你上來聊天 很開心 我覺得氣氛完全不一樣 這些日子呢 你一定是有很多Party的 這麼美女是不是 沒有 沒什麼 不是吧 不要開玩笑 沒有什麼 怎麼過聖誕的呢 以往 平時 以前如果有伴侶的話 就可能一起吃聖誕大餐 即是被女兒的那些 明白被女兒的那些 都會的 或者可能會叫一群朋友來家開Party 但現在沒有嗎 也沒有 為什麼 因為就是 哈 即是朋友也沒有嗎 不是 不是 都有的 都有的 有朋友的 有朋友的 即是可能會和朋友一齊 可能真的去下一些Party 或者聚會那些 是呀 是不是因為 即是今年經濟不好 大家都不要玩那麼多 沒有消費那麼多 即是不要出去被人搶你一餐 是呀 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本身個人都很重視不同的節日 但是聖誕節對於我來說 可以吃一頓飯就可以了 但是可能某些的節日 例如農曆新年就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當然了 你這個玄學師傅 是呀 是呀 特別多事情要搞 是呀 西方那些就真的開開心一下 西方會過情人節的 如果有情人的話 哈哈哈哈 他好像說了一些東西 不是不是 他有些密碼說出來 不是不是不是 你們自己留意呀 不是那什麼意思 不是那什麼意思 OK 是呀 我不管你了 哈哈 問一下這些東西 但是我剛才提到說 因為今年的市道實在太差了 嗯 我不知道今年在香港過聖誕 有多少人會願意消費呀 花得起一千幾百 吃過聖誕大餐 說真的都很可憐 其實也是的 因為其實現在香港每逢大時大節 或者可能是假期期間 我看到那些路上的車是少了很多 是啊 就是非常誇張 那些人是去了哪裏呢 那些人都去了哪裏呢 出了去玩 或者可能真的在北上 北上是呀 我的朋友也是呀 那我也有的 是啊 是啊 雖然我沒有北上 但是我都去了澳門呀 去了其他地方玩 我自己也有偶爾去一下澳門呀 或者可能有些近一點的地方都有的 因為如果我們工作 可能工作不是非常的固定 即可能你說我要抽五六日去旅行 就有點難的 但是如果你說 其實如果去澳門玩過兩天一夜 其實都很好玩的 絕對是呀 我前排才去 是不是呀 OK呀 有沒有斬禍呀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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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是不是全部計算了方案進去呀 是啊 我那次就很搞笑的 那就是一班朋友啦 那就是我和一個男生一起玩 那我就直接計算了 計算了一個財位 那好像那天的財位是正東的 那又是一讀了可能有一張桌子 然後怎知道那張桌子是沒有人玩的 那我跟我朋友說 啊財位真的在這裏 要不要試一下 他就說好啦那試吧 那一坐呢 一坐下 因為我玩很小的 那我的朋友找得大 那他就不停地中那些 那你玩什麼呢 八格洛 哦八格洛 那他就不停中什麼 懸對子、莊對子 中媽隊 然後中那些什麼 幸運六呀 其實他就不停中咯 那麼厲害 然後我們還有那些 那些長莊呀 長閒呀 就是一路拉 一路成這樣 嗯 就是我好像 我也不知道人家有多少錢 好像我拿了萬八元出來 但是都沒有動 可能拿了兩千元就一路贏 哇 但贏得很少的 是 但是最重要是贏 是嗎 是開心的 開心的 然後第二天 因為我有其他朋友去的 我都跟他計算過財位 是 因為我試過近這三四次 因為我為了一本通性 所以我計算 真的好像每次都觸碰到 但是計算自己呢 還是計算整個環境氣候 就是跟人沒有關係 計算當日 你要前提是 你知道你自己那一刻的運氣是不錯的 至少可能我經常教大家 看手掌 有沒有教過 好像沒有 來來來 講完 看手掌就是最簡單的 看氣色 對 對 因為手掌是我們面上 獎上 每天都變的東西來的 因為可能不同的顏色 因為如果你看面的氣色 其實就有點困難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當你那一天是有意去投資也好 投注也好 那你一起來 一定要未洗臉 未拆牙之前 就打開雙手 看你的手掌 假設 即我現在都屬於偏白 如果你打開手掌 發現你的手是偏白的話 這一種就叫做幸運得財 就代表著 就很容易得到錢的意思 很容易贏到錢 反而是偏白的 偏白要偏白的 但是有很多人有個誤解的 會覺得手掌一定好像朱沙掌 那樣紅紅的才好 是 因為這個是以前的人的想法 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是因為朱沙掌 掌飾偏同那種叫辛苦得財 因為以前的年代 即可能七八十年代 每一個人都覺得 我要很努力 然後賺一層樓養家 因為以前的人覺得有錢 一定是靠儲錢 靠我的努力 靠我的很努力 靠我的很努力 但是現代人 我們現在 術數也是會進步的 我們現代人 即是年輕人看 最重要是不勞而獲 以及幸運得財的意思 應該這樣說 是被動收入 是的 即是譬如我開YouTube 我擺出來 我就收到錢的 你看 是大家想賺一些被動收入 是的 這些好聽一點 是的 所以現在這個年代 就是會轉一轉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看 掌飾偏白一定是好的 因為叫幸運得財 無論是你喜歡去澳門也好 或者可能去馬會也好 或者你玩股票 其實都真是很努力的 不懂怎樣叫圈白 我加了你 你看到你和我的分別嗎 我們可以給鏡頭看看 即我是白過你 那你是白一點的 是的白一點的 但我剛剛做完運動 我又跑回來 都沒有關係的 都有關係的 是的 所以我就說是剛剛睡醒 是的 即是沒洗臉 沒拆牙之前 因為那一刻是最準確的 那時候是靜止 你的血液不會流通 是的 然後最好是偏白 你看到偏白 你是不是見到哪一隻馬仔 你都起碼頭住下去 那第二種呢 就是偏粉紅 有些女生就是掌飾偏粉紅一點 偏粉紅 偏粉紅都是幸運得菜的一種 都是非常不錯的 那第三種呢 就叫身負得菜 那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珠沙菜紅色 那如果那一種的話 不是你找不到錢 但是你要多勞多得 即是你一定不需要付出 所以你說是一個叫做投注 投資的角度 那就是比較不利 因為多勞多得 即是你投資 你就得不到額外的意外之菜 所以你說如果我要去賭博 一見到紅色 就停它了 不要了 即是太紅就不要了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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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沙紅就是代表你辛苦 很多時候靠勞動 但那天真的在說 是的 當然你說長期我都珠沙獎 你不要倒閉 是的 其實都是一個馬上看氣息 因為就算你每年來找我算命 都可以 每年來看樓 每年來看風水 但我不是隨時隨地在你身邊 所以我只教我一下 你就自己看一下 那你就再做決定 另外呢 第四種呢 就叫掌色偏黃 如果掌色偏黃 很大機會 身體其實有問題 就看醫生了 是的 可能肝膽就有問題 除了看那個掌色呢 其實可以看鼻子 是 因為鼻子 這個位置 我們鼻子其實是 因為面上有十二公 我們有兩拍 前面這一拍 鼻涼的位置 這個叫折壓公 是看健康的問題 但是呢 我們現在看的 就是看我們咳頭 鼻頭這個位 是的 即是你的鼻頭這個位 現在看到你的氣息 比較明亮 明潤 黑人都是可以看的 因為有些人問我 那是愛國人 或者可能是有色人種 深色皮膚 是的 深色皮膚 他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因為每一個人 即是無論你是啡色也好 白色也好 好像我們黃色人種也好 都是可以看的 即是你比較 你比較整個臉 到底你的鼻子 是不是真的會很反光 很亮亮的意思 如果假設真的 就代表著你那個牌 的財運是不錯 但是有分的 因為呢 這個位置 鼻頭 就是正財運 是 即是代表著 你的正職是靠做YouTube 或者你的正職是靠做主持 這個正財收入就不錯 即是爆鬆 如果你說不是的 我是一個很喜歡偏才 很喜歡投資的人 那就是看你的鼻液 這個位置 是的 如果鼻液很漂亮 即是好像我們出油那種 那就是代表著 那一陣子的財運都不錯 因為那個鼻呢 我們的財白功呢 不是經常性 會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反而掌色是 我今天很偏白 但是我明天可能是偏粉紅 因為掌色是時時刻刻都變的 每一個人的運勢都不一樣 但是那個鼻呢 就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 那當然啦 你說生黑頭或者好像 有倉 有倉一定是很差的 但是有倉呢 都是要分破正財和破偏財 總之 鼻頭有倉 紅色黑頭 就一定是破正財 正財 正財就是不得不洗的錢 那 鼻液 山倉 或者是有一個叫做黑頭 那就是破偏財 偏財 偏財就是可能是你投資失敗 或者有人問你借錢 有人叫你做擔保 那一種 那你就自己避一避 因為我們這個看氣息 我們一年其實是有幾個時節 是最重要的 例如我們每年 即經常都說 春大過年 我們立春當日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現在是12月26 大家可以留意 即是2024年的2月4日當日 因為當日就是立春 那立春那一日 即是你除了樹雞蛋之外 其實可以做多一件事 看看你的氣息 以及你的掌息 差很遠的 而且因為我們一年之計 在於春 所以我們 24節氣對於我們來說很重要的 立春去到雨水期間 即是我們生歷的2月4日 去到2月19日 這兩個星期 是可以增強你的運勢 亦都可以拖低你的運勢 是嗎 馬拉那邊 很流行立春那一天 不是經常入錢到銀行嗎 不知道 是嗎 是馬拉那邊很流行 是怎樣的 即是他們立春當日 很喜歡拿著錢 進去自己的銀行戶口 是對的 是 所以立春當日 去到雨水期間 這兩個星期 第一 一定要保持心境開朗 一定要很開心很快樂 第二 保持自己身體健康 有任何的問題 都希望可以在2月19日 可以處理得到 然後第三件事 千萬千萬不要有大額的花費 你的意思是 2月4日到2月19日期間 如果萬一要呢 萬一要 那便很容易令到你 全年都要 是的 即是入錦運 即是避了它 是的 避了它 即是我自己 如果我交卡數 永遠都是2月4日之前 都交了所有卡數 咦 要什麼 我要 物體 我要交稅 交稅可以早些交 是的 可以早些交 最好 那些人出糧 給你 給錢 最好就是2月4日到2月19日期間 就是最好 最好想盡辦法 拿多些錢進來戶口 即是外來的錢 有人問你借錢 或者有人叫你做擔保 千萬不要 任何理財投資 就不太建議 除非你100%肯定你一定會贏 即每年都是這樣 但當然立春是會有不同的日子 可能在下一年是25年的 可能是2月3日 都是會有的 所以這段期間 其實你做好了這幾件事 即是心情愉快 不要花錢 盡量多些錢 健康 亦都可以令到你未來一年的運勢很好 當然有些人就真的 可能立春始終都是 這個叫做冬天和春天之間 可能都是容易病 不舒服的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立夏和立秋 立冬都很重要的 立秋都是代表著 通常是8月7或8月8的 立秋就開始下一年的氣運 就會進來了 所以為何經常說新潮的時候 人們就會說 必須老師明明現在都未到農年 但我熟農 為何我的運勢已經開始結束 開始差 純粹是因為其實你過了一個叫做立秋之後 下一年的氣運就會慢慢進來 因為玄學術數 雖然是說 我們是有不同的日子 會轉到下一年 但都是會慢慢進來的意思 所以可能今年 應該說明年 范太歲的人 其實那些不好的事情 已經有機會 開始進來 或者轉變的那些已經轉變當中 是的 或者可能白智 你是不是本身你明年 即是二四年衝敷西功的人 其實你今年已經感覺到那種感覺 已經開始出問題 因為白智有分的那個叫做應期 即有機會可能二三年出問題 但二三年為何好像沒有問題 二四年才有 即是白智有一樣東西叫應期 即等於touch root 可能有些人看到 你明明二一年是有病的 但你說不是喔師傅我二二年 其實二一年也有病 但你沒有去檢查 即是你二二年才露了那件事出來 即是明明你男朋友一早有小三的 但你二二年才發現的 那就是錯了 是的 開波沒多久 就已經很多資訊 已經出現了 大家記住 記住 記住它 如果記不記得 再多看幾次 但今天我們三個部分裡面 跟這本書有關係 我們就不像一般 就說順序下去講生肖就不好了 我都覺得很悶的 是 就不好了 我們找些有趣的東西去講一下 好 因為你就算了每一天 是 每天的生肖 應該要留意些什麼 所以不如我們這樣 這個部分裡面 就由一月到四月 是吧 生力 可以 就讓一些不同生肖的人 特別要留意 究竟這幾個月份裡面 有些什麼要特別注意 嗯 好 那我們來囉 一至四月這個期間 好 假設我們當我們新歷的一月份 如果計算我們的玄學術數來講 那就是農曆的十二月 即是2023年來的 那就是2023年的農曆十二月 那如果這一個月 因為本身就是一個叫醜月 是的 那本身就是醜味雙沖 那所以熟羊的朋友 去到農曆十二月 那就是真的一般的 那雖然熟羊的朋友 無論是二三年 或者可能是二四年 都不是直接犯太歲的生肖 那這個就是去沖太歲的月份 那所以在這一個月來講 他會發現有很多很大的變化 例如是感情方面 或者可能事業 工作 財運方面 家宅運方面 也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衝擊 再加上 假設熟羊的人 他出生的季節 是在農曆的三六九十二月的話 這個是農曆 農曆 即假設我熟羊的 我還要是農曆的三六九十二月的話 那去到農曆十二月 那就一定要小心他的健康問題 因為通常很多 我們八字很多的人 就代表著一些消化系統 腸胃 或者腫瘤方面的問題 也都會比較嚴重一些 哇 OK 還有現在這些時間 大家會亂吃東西 新年那些 是不是 是啊 可能你會覺得 可能我聖誕節 我和人慶祝好像很開心 很快樂 或者我新年一月一號 很開心 我不停地開派對 就是吃一些生蠔 生懶食 是 舖飛 或者可能吃一些壽司 那些 那就很容易出事 所以熟羊的朋友 就一定要飲食 必須小心 就是最好清淡一點 我經常都建議我們的客人 不一定要完全吃素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可能是初一十五 都可能吃一下劑 可能清一下腸胃 真的嗎?我現在開始是 是啊 我也是 我記得就做 昨天是 之前是 真的 我之前是試過 吃一餐素 但是剛剛過初一 我就全天吃了素 其實如果你覺得 很難了 其實你可以照吃雞蛋 我照吃雞蛋 是啊 因為有些人 如果連雞蛋都不讓他吃 他就不想做這件事 因為有人就問 其實雞蛋都不是素 齋和素 是啊 就是這個分別 因為其實一般人 如果你並非宗教上癢 其實你吃雞蛋 一來可能有些人就是 Green Monday 可能就是上 清淡腸胃 如果在我們的角度 其實你只要不殺身 就已經很好 那雞蛋原則上 除非它是瘦精卵 如果不是瘦精卵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吃的 牛奶都一定可以 原則上是可以的 動物的製品 原則上是可以的 就是芝士 你如何舒服 如何來 我叫你整天吃菜 可能我們女生可以 但是男士 可能真的會差一點 那你多多少少 要有些營養 所以最重要 我覺得不要殺一些 生歐歐的東西 那就會好些了 例如我見到 這條魚 五斤大石斑 我就吃了它 這種可能盡量避免會好 不要指著它 是 你說真的 我去飲宴婚宴 沒有辦法 那就隨便去 但是 至少不要一大群朋友出去 我要這隻大鮑魚 我要這隻大龍蝦 那就真的不太好 是啊 那就熟養 留意吧 是 還有沒有 然後到新歷的2月份 新歷的2月份 2月4日之後 正式踏入了2024年 即我們叫做夾神年 本身夾神年來說 有四個生肖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龍年 龍就一定要注意 因為直接 是的 可以化兩重太歲 因為你通常每一個生肖 屬蛇的人遇到蛇年 那你是不是都叫直太歲 因為你一個十二圈 你再重複 是不是都叫直太歲 但是龍呢 本身它代表著一個字叫神 就叫神神自營的意思 所以它就化了一個叫做型太歲 是的 那型呢 很多時候在我們八字層面方面 問題會比較嚴重一點 那我們可以稍後再說 另外就是狗 因為狗也是反太歲的 然後就是牛 牛也是反太歲的 然後就是兔也是反太歲的 不過新歷的2月 最應該注意的新肖朋友 就是屬猴子 屬猴子 反而是牠們 是的 屬猴子 本身其實在2024年 它不是反太歲的新肖 它直接叫一個叫三合的新肖 整體的運程來說 就認真不錯 因為牠們三合 再加上三台吉星 就代表著一級一級 低級進步的意思 所以工作各方面 都是相當地不錯的 不過呢 屬猴子的朋友 去到精月 人身雙衝 衝到正一正 應一應 那這種呢 就叫金木雙衝 金木雙衝 在我們原學術數方面 就很容易小意外 整親的意思 嗯 是的 所以屬猴子的朋友 雖然新一年整體的運程來說 屬於不錯 但是在精月方面 因為精月很多時候 那些人很喜歡去旅行 是的 是的 本身人身自害 就是四逆馬星 那些人喜歡到處走來走去 那屬猴子的朋友 本身也是逆馬星之一 那精月又是逆馬星 所以這個月呢 就算走動得多多 都好呢 那屬猴子的朋友 都很容易會有些小意外 或者可能有些小濕制的事情 或者沒有開車 是的 是的 就算你開車 你真的不要違反任何交通規則 就算你亂拍 都可能轉過頭 會被人抄多幾張 是 可能真的有些人 一個小時被人抄兩張 有 我們觀塘樓下 是常常有 一天三十分鐘 可以抄到一張 是 很多人真的拍一個小時 都被人抄兩張 就是被人抄都不是好事 是 如果真的去旅行 也都建議熟後的朋友 一定要買定一份旅遊保險 嗯 因為萬一我真的不見了電話 或是我不見了行李箱 都要特別注意一下 OK 好 熟後的就是剛剛的正月要留意 是的 正月要注意 接著就是我們的生日三月份 就是農曆的二月 農曆的二月 特別要注意就是熟雞的朋友 為什麼呢 熟雞的朋友 本身2023年衝太歲 可能有不同的情況 不同程度的轉變 可能是你的感情 事業 或者可能住屋 金錢 或者可能家宅有不同的注意 假設你是剛剛過去的肚年有起事充氣 結婚 添丁 生孩子 買樓這些的話 那就沒有問題 如果你說我沒有起事充氣 那你去到下一年 2024年 因為你沒有起事充氣 所以你犯太歲那件事 會延續去到春天 哦 這樣的 會繼續延續 那個氣會帶到下去 咦 我要告訴JJ聽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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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她大病了一場 不知道有沒有 已經當成了 是呀 但是因為春天 農曆二月 即新曆三月 都仍是春天 這一個月是很麻煩的 特別是對女士 因為這個月叫貌有雙蔥 貌字加兩點 就好像倫茶有個倫字 有字拿走一 就好像西字的意思 亦都是代表著女性的伸直系統 女性的一些苦科病 就特別容易嚴重 即最基本 可能女性一些叫做 可能最基本的 可能一些唸豬菌的問題 又或者大一點的 可能一些叫做子宮肌瘤 或者再嚴重一點的 亦都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熟雞的朋友 本身的運劑來說 其實算不錯的 因為新一年來講 叫合太歲 合住的嘛 還有很多貴隱星幫忙 遇到貴隱星等等 所以整體來說 運勢是相當不錯的 但去到農曆二月 特別是沒有做起事的朋友 就是很容易有一些 叫做小疾病 小症親 男士都是不可以忽略的 因為女士是苦科病 男士都可能是 伸直系統的疾病 例如前列腺肥大 去不了洗手間 都麻煩的 又或者 因為貿幼都可能代表筋骨 即是容易 可能我做健身的時候 弄傷了 腰骨很容易弄傷 這件事都麻煩的 而且這個月 對於熟雞的朋友來說 亦都是一個破財的月份 因為本身今年 是剛剛 2023年 熟雞的朋友 有一顆大號星 大的破財星 去到2024年 就叫做小號星 小的破財星 所以都是容易出現一些破財的問題 所以熟雞的朋友 亦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通常破財的年份 我們很少叫人 你拖鼻石 不是的 你就主動承認了 例如 可能男士買一隻很漂亮的錶 女士買一隻很漂亮的手袋 或者一架車真的很舊 我換一架電車 或者我幫我家裡裝修一下 因為始終去到九溫 可能你本身的房子不行 你去到九溫裝修一下 熟雞的朋友 可以考慮在農曆的二月份 都是不錯的 買一些保值的東西 這樣就認了 買金也可以 金升到爸爸聲 買金也可以 因為明年金 在五行來說 其實是排第三的 因為之前在2023年的時候 是排第五 就是最低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 美國銀行 直供銀行 這些全部都是破產 倒閉 還有行字都跌到爸爸聲 其實去到2024年會好一點 好 好 那一至四月 大約是這樣 還有一個四月 我們下一次再說 好啊 回來講 好 想看下去 我們今集 因為是完全免費的 所以沒問題 就算付費 與不付費的朋友 都是全集看下去 大家開心 好 回來 仍然有碧霞老師 回來見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以下是一則特別消息 BIGBIG AIR將會在12月8日至10日 16日、17日、23日至26日 以及30日、31日 在尖沙咀的中港城聖誕節青尾箱市集解放攤位 而31日將會和大家一起倒數 對 收到最新消息 BIGBIG AIR將會推出 市集限定聖誕優惠套裝 聖誕七色花套裝 聖誕日夜套裝 聖誕開運套裝 聖誕元祖套裝 聖誕環保套裝 聖誕聖木七色花茶套裝 根據紀錄 有業加時間 上次做優惠已經是10個月前的市 今次機會難得 注重環保的你 快點去中港城車尾箱市集買吧 今次的特別消息報道完畢 各位觀眾大家好 試完就是這樣的 我有一個小發現 就是Ali她現在經常上班 突然不知道走到哪裡 我問她她跟我說她在關心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找到Billy 但我不想問她她在搞什麼 喂Billy哥失戀了 不是呀 近來呢 有些飛機的問題 忌憑你了 什麼飛機問題 說那支飛機 我說去台灣 什麼 Aniston不是說過兩天和你去嗎 還提他嗎 上次陪他剪成這樣的頭 還要說他那個八線洞 剪成一隻偏筆 偏筆便知就是怕青洞 他吃過早餐 八線機去排隊 然後最後才跟我說 喂喂喂 是什麼 七色花水 幫你消除負能量 這麼多問題 你想想你和Aniston 以前基基的回憶 多開心 先去台灣 嗯?Aniston? 這次去不到台灣嗎 蛤?去不到? 喂 這次你和我去 喂等等 我剪片去公司 我走不開的 打完沒電腦去就行了 不行啊 行程都拼好了 什麼行程 你前幾天叫我量度那些嗎 沒錯 說要收拾還是包袱 喂不行啊 別幫我都害怕啊 喂 好 好 好 我們留下回來第二節的時間 仍然是免費給大家看的 依然有 碧霞仙子在這裡 其實你知不知道黃大仙是碧霞神的嗎 我知道 我知道 碧霞元君 是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因為我這陣子去到黃大仙拜了兩三次 我每次去到黃大仙拜了兩三次 我還記起你 樣子不像吧 當然她是一個女神 中國傳統式 其實我不太知道她是甚麼神 你知道嗎 碧霞元君我有研究過 因為當初我有上網看 因為很多朋友都有傳給我 說碧霞元君 我有研究過 她也是上天的一個仙子 其他地方是沒有的 黃大仙有 其實內地有些廟宇都有 因為我的朋友是直接去內地旅行的時候 去到那些廟宇就拍給我 碧霞元君 每一次擺放她就想起你 但她應該是叫碧霞元君 但也有這個名字 是 碧霞元君 昨天不合得這麼巧 就是這樣 我偷她的光 希望她保佑我 好了 還未繼續說一些月份 大家在某些生肆要留意的時間 剛才提起一些經濟問題 恆子地產 這段時間大家都 皺眉了 又怕跌破千六 跌過了 跌了 跌過了 已經是這樣 那怎樣呢 香港這些恆子經濟地產 是不是真的一潭死水 其實因為很多時候很多人就會問 其實因為二四年 不是千六萬六點 是萬六跌破 跌穿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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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地運交接期 看看03-04年的時候 曾經發現一個叫做沙士 科網股爆破破 每一次地運交接期 其實社會來說都是會動蕩不安的 怎樣叫地運交接 因為我們現在二三轉去二四 八運轉去九運 之前就是七轉八 哦這個 是的 就會這樣的 其實你說整體 老實說 未來二十年經濟的走向是如何 我可以回答你 是非常地差 全世界 全世界都非常地差 特別是英國和美國 美加東岸為主 為什麼呢 人們會覺得很好奇 我用長一點時間解釋 第一件事 我們的地運 我們解釋 我快一點解釋 就是夏緣百運 本身叫做近卦 金就是為了少男 土是新金 所以其實在過去二十年來講 土和金是很蓬勃的 土就是房地產 基建 地產商 金 恆子去到2018年來講 其實升到三十幾點 其實香港真正的股票市場 真的開始很復活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你當是一百四幾年之後 才真真正正有一個比較大的系統 其實看回那時候 一百四幾年的時候 其實當時是我們叫做中原五運 中原五運 本身的運是屬土的 土是新金 所以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下一個運 就叫做中原六運 中原六運 本身叫做牽掛 那個也是金 所以金融市場也很復活 再之後 去到我們的下原七運 即是對掛 即是少女 那時候很流行的 美貌的少女歌手 青春少女 周惠敏 那些很流行少女的那一陣子 那時候都是對掛 即是八九十年代 香港人人如刺撈花 所以就限制過金運 就算去到我們下原八運 都是土生金 所以其實香港這個地方 行足八十年的土金運 所以香港一直以來 引以為傲的經濟發展 例如是我們的房地產 我們的基建 我們的金融、股票、銀行 其實去到下原九運 整件事會有一個翻天地覆的改變 因為整件事是完全不一樣的玩法 那當然 火本身是新土的 下原九運是火運 所以 接下來的房地產還可以 但是你說再去多二十年 去到上原一運 整件事就不是這樣 就是水木的世界 那為什麼我說美加東岸 即是西邊那些國家 就不是那麼好呢 我記得幾年前 傳媒訪問 就問那個英國的 那時候我都說 守上府很差 所以 後來就不停地逆主 即不停地喘 那當時有 因為那時候 一個叫做海外的物業 那時候我就不停地說英國不同的地方 那我記得那時候就說八明行不行 那現在破產了 那還有幾個說不行 那都陸陸續續破產了 那為什麼英國會這麼差呢 因為本身英國那個守上府的地理位置 不是那麼好 我記得好像是坐西向東的 那坐西本身已經是五皇在位了 那已經一般的了 那但是呢 最重要的問題呢 英國和美國 特別是美國 美國其實是很依賴華爾街 除了去創意之外 那其實美國的金融市場 是很發達很成的 那但是看回呢 因為上一次的上元九溫 美國是爆發了一個叫做南北戰爭的 即是美國內戰的 那所以當時呢 我經常都說 下元九溫 那九就為之火 那火除了代表著 所謂虛義 美容 化妝 影視之外 其實都是代表著 佔火連天分離的意思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火黑金 那因為下元九溫來講 九一二 那正西那個位呢 那它是位於這個叫做二黑病扶位來的 那本身呢 也都是代表著 很容易是有一些叫做傳染病 不舒服 一些的災禍 不好的東西 那去到2024年 2024年 三逼是非星入中宮 所以全球全世界 都是很容易出問題的 就是可能是非 鬥爭 麻煩事特別多 然後再加上了 三四五 那五王呢 又飛進去正西 那所以2024年呢 正西整個地區來講 是特別嚴重的 就是西邊 西方國家 是的 所以二五交加選主重病 這個是我們風水上最大忌 就是比起那些什麼 二三鬥牛實 六七交易實 更加差 就是等於車牌號碼 或者住的樓七 25樓 52樓 一定不可以住 車牌有這些一定撞車 你留意一下撞車的車牌 要不是五二 要不是二五 要不是二三 要不是三二 要不是六七 要不是七六 都有很多師傅這樣說過 是啊 所以就是 你想想 2024年 西邊的國家 是二五交加選主重病 即無論是圓運 和地運 榴槤的運 都是出大事 還有美國 其實它是用鷹來代表自己 鷹在我們玄學術數方面 金 是的 亦都是金 而且是有金的意思 現在火 火是完全黑金的 哦 即是完全不是身旺了 所以其實過去 上一次下源九運 其實美國方面 其實都是過得不算太過好的 因為之前我們香港 一直走土金運 其實對於美國來說都是好的 因為美國是金邊 金邊即是西 你一直都是土生金 再不然你就只走金運 所以其實你說 西邊的國家 其實它都限了八十年 哦 好啦 當然它影響到了全球的經濟 亦都是 所以我們都沒有一行面 原則上就是 或者有機會 未來的二十年 可能有其他國家 會發展得越來越好 越來越蓬勃 例如可能是澳洲 澳洲我個人來說 都比較看好的 因為澳洲本身位於南 已經中了正神科 火 是的 已經中了正神科 然後再看北嶺地 坤士蘭 亦都是北面見到水 因為之前 釋離那邊 它是西南見水的 接下來有機會 在麥爾本發展得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之前 每樣東西都是跟著釋離 釋離是怎樣 釋離是甚麼 因為釋離是西南見水 符合一下元白雲的 接下來可能真的會 其他不同的地區 反而會興旺的 就好像我們香港的 太古城 太古城以前八九十年代 即是在我們叫做下元七運的時候 太古城超竭的 即個個都想 看報紙都 個個都想有一間太古城 小小小的 是的 但是呢 因為那裡就是東面見到水 但是呢 去到下元八萬 都可以的 氣都還在 但是你說 是不是真的好像以前的身份象徵呢 就可能未必是 OK 那你說回 我們香港 因為 美國的問題 是 都有機會影響 是 因為我們那個 匯率是真的掛咬 是 很厲害 所以香港都是 都是差的 金地產 香港不一定是差 看看你發展些甚麼 我覺得人是不要緊的 我們做人做事 最重要是趨急避兇 好的東西我們便去谷 壞的東西我們便去縮 沒有所謂的 即我覺得香港一直以來 那麼多年去依賴了金融市場 一些叫做股票 保險 銀行 一些地產的東西 可能真的要轉型 其實我記得香港政府 都很想轉型 即不停有很多不同的發展基金 很想發展一些科技的東西 發展一些不同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 因為我們不是做政府的 我們不是做決策的人 我們作為小市民 我們自己都因應 即可能我們做元學術數 我們便想想 我們多想一些鏡 或者可能是 你便套一些關於火的東西 即唯有這樣自己變形轉型 即是那些食肆應該可以的 如果這樣說 原則上是沒甚麼問題的 因為始終這個叫做 尼衛火 都代表美麗 美麗的東西 即大家會覺得 很多東西好像 只是看表面 因為那個熬醬 那個尼火掛 本身它的上熬和初熬 是實的 它中熬是陰熬 所以就叫做愛實內去 未來二十年 有一件事非常蓬勃的 就是虛擬的東西 還有虛偽的東西 還有虛假的東西 騙案只會越來越多 當然啦 我都說每天都收到357個 35字頭的號碼 是 未來只會再多 可能騙案未來會很厲害 可能用AI變成親人的電話 親人的聲音 所以就不要接那些視頻 他假裝了 有機會 因為我的頭身邊有人 是被人騙了很多錢 但是騙那些不是去上網 就是那些號色給女生騙那些 是真的用去契爺的身份 或者可能用去契媽的身份 生意partner的身份 即他是知道了 你航班知道 你partner現在正在飛 你沒辦法跟他合實 喂 你轉些錢給我 轉完又轉 轉完又轉 即他們那種騙人的方法 是我針對著你 即我知道你喜歡些什麼 我就是特意 提供一件事 是給你來騙 即全部的東西會越來越多 因為那些人很著重外表 即那些人會覺得 啊 樣子漂亮很緊要 但其實你內心很空虛 所以心靈上面的東西 或者我們國學上面的東西 原學宗教術素 接下來都會興起 即大家 因為你被人騙得多 或者你看人騙得多 你想要一些真誠的東西 即等於你去到一些 叫做 可能你晚上去玩的時候 你就跟他們說 我要蒼亂 我要真誠 就會去到這種形象 即太多那些花花世界了 那些人可能會反撲歸真 所以我就說 你去到下緣九雲來講 其實做人真誠 真誠 找回心靈上面的東西 嗯 即有宗教信仰 當然是最好 如果你說沒有的 那我覺得不妨 你都可以嘗試一下 接答其他的 即等於我是信佛的 但是你說基督教的東西 我們每一個都非常尊重 但都想問一個問題 那恆子會想不想得回 那個歷史 原則上 下年反而樓價會比較好一點 真的嗎 我很記得 因為上年 22年 雜誌訪問 因為我做得 蔡英雜誌比較多 那雜誌訪問 全香港好像只有我一個 我說 接下來2023年 樓價跌兩成 那當時 大家都很有幻想 當然啦 又通關 因為那時還沒有通關 我記得我講過討論 我跟他們說 你們保險業會很差 他們台下一片壞 怎麼會呢 我們一通關 我們可能有很多同胞幫助我們 但其實是錯的 那現在事實上反映了 那但是 現在每個人都看衰 2024年 那我就覺得 2024年 因為土這件事 在五行來講 是排第一 是最黃的 那所以 希望接下來的樓市 會有一點點 非常輕微 可能5%左右的升幅 但我經常都教我的客人 我們呢 經濟是有週期的 有高有低 不要緊的 你如果現在是有樓 而你是給我投資的 那因為SSD 現在都變了兩年 是 那如果是那時候 2024年 快點賣了去 如果不是的話 你去到2627 到時真的有機會 有一件事叫做 赤馬紅洋劫 因為整個世界都變得很快 有機會那一層 真的會跌得很厲害 你未必放得到 如果你真的純粹投資 那你不如就現金為王 那你留著些錢 你去到2028年之後 整個環境明朗了很多 而且因為2028年是土金的典份 所以到時 又回來了 是的 那到時你不再開始 即是另買當頭戲 就是 你起碼那個 你現在賣 你可能一直坐艇 就算你當我2023年 我買了一層樓 2024年我升了 那你是綁兩年 所以你最多是2025年放的 那2025年的市放呢 其實我也為大家提前提 是的 那2025年反而 水的東西就會比較最旺 那水的東西 例如我們的 酒店 航運 旅遊 這些就會比較旺 反而2024年 水的東西是最弱的 那我照說那個五行排列 第一位 就是肚子 房地產基建的東西 第二位 就是木 醫療 教育 傳媒 養生 養生這件事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多些做的 即接下來大家可能會愈來愈欺激 會呀 我們接下來的大學都會有一些 跟中醫師合作的 是 因為大家會愈來愈重視這件事 那第三位呢 那就是金 因為過去幾年金都很差 所以肚子怎麼跌得那麼厲害 那金呢 接下來就排第三位 那第四位 那就是火的東西 那第五位 那就是水的東西 那所以 所以接下來就建議大家就是 如果真的想做生意的 那可能想一下 那些草蜜的東西 或者可能是一些叫做 養老的東西 或者可能是一些叫做養生的東西 即一些叫做教育 健康的東西 就適合了 適合了 那始終都是香港人口老化的 是吧 那這些東西都需要的 還有那個生育率 又真的很低 那所以你不停想做一些育兒的東西 即使你開辦學校 都不是那麼好的選擇 是 相反你說我做一些叫做 老年化 是吧 老年化的人 即是怎樣可以 下零學習 即那些可能會越來越受歡迎 因為始終可能香港人本身 就提早退休的 可能他都想找些東西來學 找些東西來充實自己 這樣 嘩很好啊 幾年的東西都說完了 現在真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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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開始了 四五六七八月 是 有什麼生肖 一二三 到了第四 第四 新曆四月份 即是我們農曆的三月 這個月就是神月 冒神月 冒神月 最大問題就是屬狗的朋友 屬狗的朋友 本身去到2024年 那你就沖泰稅 人沖你沖 那你沖的泰稅 你就是一個叫做 身負得財的年份 那你沖得來 你只有一顆貴人星幫到你 那就是國人貴人星 那這顆星呢 就不是對每一個人都有用的 那當中呢 假設你是大機構 或者政府機構從事的話 那就特別有利 有機會是升職加人工 那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整體運程來說 也都一般的 在沖泰稅的年份 最重要 一起當三災 無起就是是非來 一定要做一些喜事充氣 例如結婚 添丁 買樓啊 創業啊 這些全部都是好的 但不是一定做到的 做不到不要緊 多些參與別人 哦 都可以 可以 多些去起宴 沾染一下別人的喜事 是的 別人請你去宴 你當然答應 你不要不去 因為有些人不太喜歡去 那你去多些 即八日宴 或者婚宴 大家都開心 同一時間 因為你沖泰稅的年份 運氣比較差 所以記得 最好去醫院 做一個詳細的身體檢查 在農曆的三月 和農曆的九月 一定捐血或者洗額 隨便做一樣 就可以化個血光之災 還有本身今年熟狗的朋友 有一顆叫做大號星 大的破財星 所以熟狗的朋友 看看可以怎樣應出這個破財 例如假設買一份 可能是中長期非常非常穩健的金融投資產品 不要貪別人的色 別人貪你的本 因為始終是騙我貧身 看看可不可以這樣應出 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啊 熟狗要留意 是的 熟狗要留意 接著是農曆的五月份 即農曆的四月份 這個月要注意的朋友 就是熟豬的朋友 熟豬的朋友 本身在2024年來說 其實你的運氣是非常好的 因為有兩顆強而有力的貫印星 就是紫微和農曆 再加上今年都是你們工作升遷的年份 所以整體來說 熟豬的朋友的運氣非常不錯 因為財運都12身超排第三 所以整體來說是非常不錯的 所以熟豬的朋友 就一定要好好地把握這個機會 但去到農曆的四月份 即是新禮的五月 這個月由於叫自害雙充 自害雙充很容易會弄傷一些腳的意思 所以出入或者做運動之前 就拉好跟進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始終熟豬的朋友本身 今年的運氣都非常好 所以原則上其實他們的問題就不大 只是這個月要小心 是的這個月要小心 就會比較水火雙充 可能如果脾氣比較大的人 就忍一忍 即這個世界都沒有什麼大事 所有的事都可以解決 除了生母病死 沒錯 是的 OK 接著六月了 是的 去到新日六月 即是我們農曆的五月份 這一個月就是我們叫做五月 這一個五月來講 就叫金五月來的 所以這一個月對於熟暑的朋友 就一般的 因為這一個月是指五雙充 指五雙充 也是很明顯的水火雙充 那熟暑的朋友也不用擔心 因為本身你在2024年來講 你就是一個叫三合的生肖 三合有一個穩定和合的意思 和人際關係合作機會都會多很多 所以熟暑的朋友 在新一年來講 一定要好地把握機會 因為今年的財運非常不錯 因為見到一個叫金貴星 金貴星顧名思義 裝滿錢的貴 所以熟暑的朋友 就一定要好地把握這個機會 同一時間也都見到有象息 象息就是大象之財的意思 代表著假設去從事的 是一些紀律部隊 或者可能工程的話 新一年就可以拿到fit 拿到期的意思 做老闆的話 也可能請多幾個員工幫忙 生意越做越大 所以熟暑的朋友整體來說 是不錯的 不過就是一顆叫做白虎星 白虎星就代表著很兇 很強勢的女生 所以如果熟暑的朋友 例如1984年 或者1996年的朋友 2008年就有點小 如果單身的話 特別是男士 就看你喜不喜歡 一些比較夜晚 惡的女生 可能是對的 是嗎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可以了 今年你快點找女朋友 好 因為如果你喜歡惡的 不是經常有惡的女生 是 就惡就適合她 不是 如果你想找惡的 就2024年 就找惡 因為有些很強勢的女生出現 因為每個人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是 涵如白菜 即覺有所惡 你喜歡惡嗎 沒有男人最惡惡的女人 那你說熟暑的 喜歡惡 可能有一些 即她自己沒什麼主見的那些 我寧願她惡惡 她多惡惡 多惡 那都可以 那我不行 因為你很有主見 我幫她主見 你要你惡 你有男人味 你有英雄器概 即是這樣 你喜歡女生惡惡的 也不需要惡惡的 即是適當味就OK的了 但始終如果女生惡惡 都會有些濕濕的 真的嗎 你會惡惡嗎 你覺得惡惡惡嗎 我工作適合你 我不知道你 在幕後看不惡惡的 做事就看得緊張 但我們這個做事就看得緊張的 是真的 那我先理會 我不惡惡 但我有原則 我不行 原則是每個人都需要的 是真的 是 那我先說七月八月 好 差點忘記了 你很厲害 你能背到書 自己寫的那本書 你以為每個人都要記住了嗎 有些人都要看著讀的 我肯定我本本都是自己寫的 其他人不清楚 我不管 新歷的七月八月 即是農曆的六月份 農曆的六月份 要注意的朋友 那就是熟牛的朋友 因為這個月也是醜味雙蔥 還有熟牛的朋友 本身是犯太歲的 是的 那他犯的太歲 就叫做破太歲 是的 破亦都有一個破壞 影響人際關係的意思 不過幸好 熟牛的朋友 新一年比較多一些貴人性幫忙 所以凡事都可能有一個叫做 逢空化吉的意思 不過始終熟牛的朋友 每年都有些孤神 寡叔 這麼慘的嗎 近這幾年 近這四年都有 真的嗎 近這四年都有 即我拍的那些新潮 那些人會覺得 為什麼也是這樣 為什麼感情也是這樣 永遠熟牛 這幾年 下年沒有了 下年沒有了 樓三的熟牛 到底誰是樓三 劉德華 哦 剛剛家裡都有白事 哦 是的 因為其實二三年 他們是容易有白事的 真的嗎 二三年他 我記得好像有一顆叫做 那個是什麼 是說白事 披馬 我記得好像有披馬 2023年是有披馬的 所以熟牛的朋友 去到2024年 其實都是一般的 因為本身有犯太歲 再加上有孤神寡叔 其實這顆星 最主要是講他的心態 即他覺得經常跟伴侶溝通不到 有伴侶等於沒有伴侶 即每天都覺得很空虛很寂寞 所以就要聽潘少聰 是嗎 要聽潘少聰 那熟牛的那些是否多上我觀眾 可能是 要做一個問卷調查 要聽這個恐怖再算 因為熟牛的朋友 經常覺得跟伴侶精神溝通不到 即有理等於無理 即我即使睡在同一張床 但可能是同床疑夢那一種 所以熟牛的朋友 永遠那個感情生活 就不算是非常 很慘 他們已經很辛苦 是不是 是 人們一聽到熟牛 就覺得很勤力 再加上金牛 一定是很努力的人 不慘的 不要緊的 總有過了這些日子 先捱了二世 好 再說八月 即是新歷七月份 新歷七月份 要注意的朋友 農曆七月 對農曆七月 農曆七月 本身農曆七月 大家千萬不要像我這樣 穿得紅當當 因為我農曆七月 我都不是這樣穿的 整個月都不是這樣穿的 還有農曆七月就不要去街 大家要知道 不要亂講話 如果這樣就很容易出事 農曆七月份 這個就叫新月 對 人生的新 這個月就是人生雙充 所以 屬苦的朋友要注意 屬苦的朋友 新一年來講 其實你們的運勢 真的非常地好 財運 無論正財 偏財 都是非常好 因為今年 是你們的財運年 吃到正一正 再加上 是沒有任何破財的星 例如小號 大號 任何破財相丁的星 你都沒有 所以整體來說 如果計算你的財運 是十二新潮來講 是排第一名的 恭喜 恭喜你們 再加上 今年就見到一個叫做 逆馬星 逆馬星 最重要 四隻字 動中身材的意思 只要你走動得多的話 就是錢越來越多 還有屬苦的朋友 本身天生 其實他動動得特別多 特別是如果你屬苦 你還在一個晶月 或者農曆四月 農曆七月 或者農曆十月出生的話 你的逆馬星是超厲害的 很多時候可能是 小小出來工作 或者小小離開家鄉 離開父母 或者可能去外國讀書 經常飛來飛去 通常是這樣 所以屬苦的朋友 天生 你也是要練習一個比較強大的心理 總之是 遇神就殺神 遇佛就殺佛 總之你有任何的難關 最重要就是多闖 多去嘗試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留有你本身居住的地方 你多些出去闖 多些出去做事 反而更加好 會更加好 因為有些人是那種 看一看 動一動 我扔你去外國讀書 你就可能會很不喜歡 很不開心 很傷心 但是有些人就不是的 可能是你遇到難關 我個人就越來越強大 有這一種的意思 好了 回來之後最後一節 最後四個月份 九十八十二 看看哪些生肖要特別留意 好 回來繼續第三節的 好報在線